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 当我们需要平安时 我们求告主 主就会赐我们平安 当我们生病时 我们祷告 主就带来医治 如果我们感到失败软弱 我们呼求主 他就是我们得胜 或是当我们有缺乏 我们跟神求 神就供应我们的需要 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的名字就像是一个填空题 我们在不同的情况 有不同的需要时 我们就在耶和华后面 填上我们需要天父如何帮助我们 当我们如此呼求主时 他就会按照我们的需要帮助我们 圣经应许我们只要来求告主 我们就必得救哦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 用这段经文吧 罗马书十章十三节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罗马书十章十三节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全能的天父 我要来赞美你 谢谢你可以在我呼求你名的时候 搭救我 成为我随时的帮助 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祷告